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下新小木的開局 那白棋也是走新小木 接下來我左上去一間高掛 那他直接採取脫退 我就贊助 那麼贊助完呢 可以拖先啦 這個棋我個人是比較少會在這邊直接去拆個3 我個人是拖先比較多 拖先下這個好了 那他這邊飛也是很常見 喔這邊白棋是走一個三間高甲進來 哇這三間高甲我這邊怎麼下 我覺得直接進角肯定 第一桿是覺得很普通啊 進角他就擋完長 那你就修到那個定石 然後背白棋搬到這邊 他整個左邊算是蠻厚的 那我如果說是反掛這個好了 反掛這個他靠我搬完一下進角 後續定石應該還可以 搬一下進角 這三顆的棋型雖然看似有點受攻 但是好像AI覺得這個棋並不薄 所以等一下如果被恭喜我們再稍微處理一下 因為可能下面有一些 你最基本這邊就有一些靠一靠的餘地了 那往外大跳也都還可以 那再來他應該會腳上扳虎 腳上扳虎那我要打嗎 打他開解鐵他拿這個段打當結 先打吃一下 他直接沾住 這其實直接沾住 好像也有是不是 我有點不太記得了 可是我覺得他直接沾住好像 這白棋味道有點差的感覺 他現在應該是要拐這個嗎 還是說他會先攻我左邊 主要是場合不同 你的下法也會不同 所以這個場合 因為他這邊有三顆可以攻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應該先攻擊 喔他也沒攻擊 自補一個 自補一個 但是這偏偏留一個穿向眼給你 你說這個 我是覺得這白棋齊形上看起來怪怪的 而且我現在這三顆應該是需要處理了 而且他這邊變得有點重複的氣形 我覺得往他身上靠一靠感覺還可以 譬如說這樣靠完扳一下 感覺就是一個藤諾的吊子 或者直接拆二 因為他這邊已經厚了 我會不會直接拆二握倒算了 或者是你就最簡單往外大跳 大跳後會不會跳一個騷擾你 這個也是有點煩的東西 我是覺得就靠他身上 他如果沒這一首我肯定是不想靠的 因為有點幫他加強 但是現在他多了那一首我就有點想靠了 我覺得我們換了這幾下 顯然對眼位各方面是有不錯的幫助 這邊要不要長是一個小問題 因為長的話 其實他還是從這個大飛過來 這塊起來好像還是局處 因為你長的話 人家這邊是一個很厚的氣形 你往他厚的地方走 感覺沒意思 所以他應該還是走這邊 當然這頭 他不知道會不會敲 也是沒敲 他敲這個頭也沒意思 因為他這邊很厚 他很厚的地方他自己也不想下 他直接拖銜 右下掛我的小木 如果是照以前的觀念 總覺得這邊我有一個牆壁 然後想翻這邊 我有點想要靠 不過現在的AI定時好像 就沒怎麼看過靠這手棋了 那至於我到底還能不能下這一手呢 就不好說 我覺得應該不要下好了 還是有點想下 不過靠這個他如果拖進33 其實後續定時也特別複雜 我感覺我不一定好 乾脆就還是脫退算了 脫退完下面應該不要走這個拆儀 拆儀有點扁 拆儀有點太扁 所以這邊可能用一個飛的 這邊的好處是他有三顆啊 不至於被人家點一下 特別不舒服什麼的 雖然AI有時候這種騎型會給人 這邊二路漏什麼的 不過二路漏我們現在直接吃在外面的 感覺他應該不會再推薦這種 這種二路漏吧 如果這邊短一點的話 騎型可能會 但現在我腳上這麼長 應該還好 這小小跳有點扁啊 可能尖或者是飛 不過AI好像不怎麼下這種尖 尖的話就是人家丟一個在這邊 下一步有個小跳 感覺不太舒服 飛好了 當然飛也是有缺點啊 有跨有 有掛這個 就是 去權衡利弊吧 我覺得小尖也還是可以下來 小尖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吧 那飛你如果說現在白騎高拆三 什麼的 那 會不會有點想擴張啊 不過擴張人家下一步還是打你 擴張他打你 結果 好像還是有點不太好位啊 而且現在右邊這手棋 感覺也不小 左邊這塊有點想要加強一步啊 現在長 就比較有一個處 一個安定的樣子 不過我是覺得他如果真的要打過來 那我們再 跳一個尖衝 那邊還是可以走好 應該還行啊 還是先逼這個好了 眼見的一手棋 不過他很有可能會反點你33 應該是反 反點33很有可能 這邊如果加強好 其實譬如說長完一手之後 這邊也挺想直接籃下來的 那你如果說七星很薄 七星很薄 就沒有攔下來的這個餘地了 哇 我剛才才講過這個 漏二路喔 結果他這時候還是走漏二路 真敢這樣下啊 他可能就是問個應手 也不見得 就是要在這邊直接 直接走什麼的 問我是 9 8 7 6 我總不可能不敢這樣下巴 我肯定是要飛在外面吃 是飛或尖的問題而已 喔 走一個之後再反打一手 這樣這邊顯然有個尖完虎過 或者單脫過了 這樣 還是得補啦 一定得補 直接補乾淨一點是不是 我覺得有可能直接補一手這樣 你如果撞一個 雖然第一時間如果他長 我們還可以再走這邊 但是 總覺得 旗行上怪怪的 顯然他走這個是為了要下一步跨下來 沒錯啊 9 8 7 跨下來 5 4 3 2 應該不能不衝吧 不衝就撈掉啦 夾的話 夾的話第一手就先鬆掉了 我覺得不像是好氣 我覺得他這個戰鬥 應該不利 我覺得我是不錯的 9 8 7 6 我覺得我是還可以的 4 3 2 不能不能鬆手 他應該是會爬 那我就斑完 黏起來 斑黏 斑黏完他應該會頂 我覺得這邊他要破就給他破吧 反正一開始他本來就掛進來 其實 他本來就也有打入的空間 這邊他洗一塊就是說 就是說看他便不便宜的 看他到底便不便宜 因為譬如說我們這邊 跳一跳什麼的 喔 那下一步這邊有一個打 也很嚴厲 所以也不好說啦 喔 先板一下 這個板好像是好奇 8 7 6 5 4 3 2 1 應該是不能被他爬到 他板的意思就是說 下一步這個戰他要一個先手 因為本來我立一下的話腳上是很安穩的 而且還能拿到先手 但 但是他現在這樣下 4 3 2 1 我打他一個好了 打他他應該不會沾喔 他應該還是沾這邊 其實等於還原啦 他沾這邊我可能還是會提一下 就等於還原聲音開始打吧 其實沒多大區別 但是有沒有可能拖先呢 現在就產生一個拖先的選擇 9 8 7 6 5 4 3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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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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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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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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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虎 他可能不太想虎是不是覺得我還有二路飛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仙還是有一手起價值 剛才我跑右邊搬 但是我覺得如果不走這個角 譬如說先跳外面 他隨時開個這個東西 開這個東西你就就挺煩的對吧 靠這一下 靠這一下我能不能挖 哇怎麼讀秒都讀得非常急呀 我沒有什麼時間去想 還是就先 就先走這個 哇他是要斷尋求利用 對手好像也是蠻狠的 斷的話 低桿先想 用尖的好了 低桿先想這個尖啊 另外也有些什麼打吃完擋什麼的 也是有可能 這個場合去尖 被人家藏在中間 頭上還是會不會利用兩下 他會不會直接 直接要殺我 好像有點危險耶 我先打一下 哇感覺對手好像下的蠻不錯 這幾下好像下的蠻不錯 這能不能反擊在這邊啊 這能不能反擊在這邊啊 好像不太行 因為我這邊被人家立完這個有靠 就是說這邊氣比較緊 好像 他直接點 點完又靠 靠完頂我雙 他來 這邊好像被人家利用 利完一下 但他這個起必要說他其實還是蠻損的 因為 這樣我腳上整個都實地化 還是走的蠻厚的 蠻厚的也實地化了 這能點他嗎還是有什麼手段 8 7 6 5 4 3 2 想不出什麼手段 我還是先呆呆往外跳 但是他這邊有很多個先手 感覺有點危險 這邊打吃也有先手 我如果說這種頂 點完 搬完頂 他這邊打吃 他這邊有個病的先手 他這邊有個病的先手 我長剛好變他一場 我搬變他一場 不大好 可能要退喔 這還是被刮有點慘耶 有點被刮爛耶 他是現在利用這個病的先手 不過我還是得拐吧 不管能不能用尖的 不太能看 因為他他長這個我一貼 其實還是 不過他可能會打完 喔他用斑的喔 就是整個肆無忌憚 我本來以為他會被打完 家還是什麼什麼鬼的 把這貼掉好了 但他一虎 其實他這邊還是有個長的先手 特別難受喔 我在想這邊到底有沒有什麼 可以刮他的手段 用虎的去補也行 不過虎被他沾住了 我會被他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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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像有點被人家刮爛了 變瓜哥啊 怎麼變瓜哥了對手 點完斑 來頂 他有打吃 但我現在有轉換的可能性 我在想 我先點一個 本來有點想搬一個問應手 但是又怕裡面我有看錯東西 搬完來 搬完來 他打吃我就直接打完 沾跟他換了 8 8 7 6 5 4 3 2 應該是可以喔 我這邊都已經走後了 過了 現在開始獨秒 我頂回來他又是一衝怎麼辦 他又是一衝怎麼辦 還真的又有看錯 我搬這個 好像還行 7 6 還是就頂吧 那還是要說剛才如果有先扳一下 跟他斷的交換可能會更好 但是他看到這手扳應該也有警戒心就對了 欸喔我還真的看錯了 他單衝打我就不行 8 7 6 5 4 3 2 1 我本來以為他要靠這個打吃欸 哇我這下子又搞笑 又看錯 我起現在充滿了誤算 這剛才誤會有點大 我還以為我把他這邊剋掉 9 8 7 誤會不是普通的大 4 3 2 1 啊還是有點想扳這手我怎麼辦 這裏面感覺是能活的 他斷我先撲他一下 這裏面感覺是能活 9 8 7 6 我先考驗他一下 我先考驗他一下 你這樣硬硬鑽應該是可以活 只是說好像的確是比較虧 只是說好像的確是比較虧 哎呦 翻打這個 翻打這個 翻打這個他本身也 有些有點俗 9 8 7 6 先跑出去好了 我覺得我裏面是能活的 裏面要是能活 那他這個棋 顯然是有點白虧進去了 8 7 他又交換了幾個 我覺得確實比較虧損 5 4 3 2 1 我覺得我就尖一尖 靠住什麼的 靠住 靠完擋 欸不是這應該怎麼活去最好 這是最好 單吃一個 他要靠怎麼辦 單吃一個他要靠怎麼辦 7 6 5 4 3 2 1 欸不對我單猴一個就行了 單猴一個這樣活的挺健康的吧 他跳了根本跳不進來 5 喔不過他現在也打過來了 不過他剛才這打幾下就 就比較虧損了 就的確是比較虧損 他現在這條其實整整塊也還沒活 非這個 他很愛留一個穿像也給人家弄 不過我顯然不太能穿到這個像也 9 8 7 6 5 我看我還得把它貼掉 對啊其實這條不難處理啊 他可能還會硬扳住 多緊我的氣是嗎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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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9 9 3 2 1 我也在想我有沒有需要去搶這一步的問題 這左邊長一手其實也是超大的 要搶這一步嗎? 哇 真是天人交戰 算了 我覺得搶吧 必須得跟他搶一下 因為我這邊衝其實他還是有點保衛 那他現在應該會打這個來搶攻我 哇 直接點在這啊 這麼兇的嗎? 可能他剛才對於我簡單活掉有點不太滿意 所以他現在想要兇一點 不過我這樣等一下反衝過去他挺噁心的 唉唷 還真的秒長 就跳在這啊 這不顯然留一些讓我衝斷的氣啊 喔 衝他肩在這 我反而不便宜 9 8 7 6 5 4 3 2 1 我先尖一下好了 保護這一代的眼位 下一手再一虎 感覺就 可以活 欸 我下面有這個點還是有點噁心啊 8 8 7 6 5 4 3 2 1 我覺得我藏出去好了 我不能滿足於簡單活 因為他這邊其實還是有潛力 那當然他會露進來 沒關係 我就倒虎好了 倒虎我眼位還是很豐富的 其實我甚至還可以先跨他 9 8 7 6 5 算了 我就穩穩一點好了 這個二路點還是眼型非常關鍵的一個地方 這邊被我做到兩邊有虎 中間有眼 非常穩 這個火旗非常穩 那這樣我剛才搶這步 現在架子就 整個體現出來了 1 2 1 喔 他現在搞進去了 9 喔 剛才這邊還留一個 給人家打 7 6 5 4 3 2 翻打我可能提掉他打 我再提 應該是還行啊 喔 開著截 這截沒什麼多大意義啊 大不了我沾回去 衝這個我是 我擋住吧 等下這打吃我是不是還是有點噁心呢 下一步要貼過來 所以他打的時候我可能要貼在這個位置 欸不對喔 他現在貼這個是什麼 他現在狗貼我一下 還好我這邊還有一個尖完頂的手段 總是有後門 總是還有後門 他現在貼我一下有點噁心喔 我可能 喔 剛說就來了 他尖我是可以站在這 他斷我還可以打回家 所以我現在中間這邊找個眼位 就還可以 怕是他不給 他會不會硬頂進來 這樣就真的非常兇 把這打掉 好吧順手把這打掉 然後他尖反正這邊 我們還是有連上 他沒辦法硬斷下去 從尾巴 欸 喔不對喔我看錯了 打的時候他可以沾喔 尖完打 打的時候他可以沾喔 我這邊又看錯 8 7 6 5 4 3 2 不然我體在這邊補好了 然後尖的時候我可以沾 然後尖的時候我可以沾 欸不對我三顆掉給人家 喔也沒有 倒也還好 倒也是還好啦 尖完走我們還可以衝出來 因為這沖完沾住他 如果再沖斷他真的尾巴斷了 7 6 5 4 3 虎完搬掉好了 好兩邊都虎一虎 兩邊都虎一虎 再看要搬哪邊 那你兩邊只 一路搬兩邊只能搬一邊 很簡單的一個關子 9 8 7 6 5 4 3 2 飛進去好了 欸其實我可以用鋪的 鋪的可以先手防這個尖的問題 鋪完人家在尖我們就可以真的真的可以沾了 這樣再從這邊打 就可以 是也不一定要了 3 2 1 最後一次 這個空他應該是不太夠 差一點 這個飛確實大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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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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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6 5 4 3 2 1 對嘛齁 這個 沾到這 他來這個我衝衝衝然後沾到這他不能再衝斷了 其實我剛才直接把它鋪掉的話是比較簡明不過鋪會虧一幕嘛 其實鋪也不虧啊等於說把這邊先手吃住其實也不虧 我是覺得剛才其實把它鋪掉會比較簡明一點 站在這邊那其實這個打吃 是也不小啦 9 8 7 6 5 4 3 2 1 4 4 5 5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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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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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行 我變成要用接的 不過倒也還好啦 搶到這個斑還是蠻大的 再回來逆收這個 好這樣還是可以 還是有點細是嗎 他去打我那邊 這先把他沖掉好了 怕被他逆收 我前面這個關子還是收的不好 我還是真的應該先把他鋪掉 有點想太多 沒什麼必要在那邊想太多 他現在這個能飛住嗎 不飛住我就要貼了 9 8 7 6 5 4 3 2 鋪一下這個 這裡面有騎嗎 斷完 9 8 7 感覺是沒騎 我貼這個 他這邊還是蠻薄的 不過他剛好還是有先去尖一下 所以至少下面 他這邊 局部還算能活 唉唷 難道有騎啊 小尖 這樣子 他走這樣子 他走了再提過來 哇這個有點噁心 這後續再提 我沾他這邊一併 有點煩啊說實話 9 8 7 6 5 4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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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考慮跳這邊 唉唷 直接戳進來 應該不行了 我還是再跳這邊好了 我戳幾下好像也沒什麼所得 這盤起關子好像蠻有問題的 說實話 哇 這麼兇啊 提個不停 終極轉換 要不要換了啦 我先鑽你兩下 我先鑽他兩下 哇 真的換了耶 嚇死我 這麼恐怖的嗎 9 8 7 6 5 4 3 2 1 換了啦 真的換了啦 居然在 最後有這麼樣一個終極轉換 這下一步他可能要沾這個吧 總不可能真的讓我把這個剋掉 他沾這個然後我再回來補 哇 還真的又不沾耶 天哪 這也太猛了吧 這樣我就真的要吃左邊了 那我就剋他左邊 這邊還留了兩顆可以吃所以應該不至於沒剋掉吧 如果能把左邊剋掉那我下面的損失應該是可以補回來 來 哇 這太恐怖了吧 最後怎麼突然 突然 瘋狂了 最後突然瘋狂了 我還可以沾一下 沾一下是可以的 因為他本來這邊也是他的大控嘛 我光是這樣破進去其實跟下面 應該就可以補回來了 而且我甚至可以反吃他 啊 這個 這沒什麼意義啊 他要要求跨斷 那我乾脆反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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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算了我還是穩健一點 這有個跨斷還是防一下 還是得防一下 喔 變成他可以沾了嗎 哇 這什麼東西 我現在要挖的話他 斷上來了 哇 我氣還不夠欸 哇賽 怎麼變這樣 我挖不下去 哇 我被他擺了一道啊 但我不應該貪心 我真不應該貪心的 我真不應該貪心那一下的 9 8 7 6 還是得冷靜 現在冷靜好好下 應該局面還是不錯 不要整塊搞死就搞笑了 還是得冷靜啊 斷這個 這個 這都是什麼東西啊 斷這個不合理吧 不會再讓了 我剛才一陣冰荒馬亂 現在還是得冷靜好好下 最後要記得回來補活 就是他補回去我們要補活 一陣冰荒馬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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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貼一下 真的是夠噁心人的 這真的讓我有點想要把他 7 6 5 4 3 2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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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想要把他弄掉 應該是可以算了啦 反正局面還是不錯啦 終於回去補了 好這個該便宜的還是把他弄一弄 其實好像整塊還是不活欸 是不是整塊還是不活 喔不過我拐他可以站在這 那我有沒有別的下法 沖完打 我拐他是可以站在這 9 8 7 6 我先把這戳一戳 整塊應該還是活的啦 我除非要 除非我要這樣點進去硬殺欸 不過這個也有點很 喔他直接投降了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 好那最後先來回顧一下剛才的對局 那一開始在左下角這邊呢 白騎虎黑騎打吃之後啊 實戰白騎直接站完在左邊跳一手補棋 那決議是認為這邊白騎下的太過於簡單了 決議認為白騎還是應該大飛起來 對這三顆黑子發動攻勢 那這邊白騎大飛這個點呢 黑騎如果這三顆要往回跑的話 也很有可能是會走在這個大跳的位置 所以說這對於雙峰來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不過黑騎倒也沒有馬上處理喔 那黑騎是走到這邊貼騎 這一手騎當然本身也是超大的一手騎 那麼白騎也就跟著照應幾手 那後續 黑騎可能就要在這三顆去處理一下 我覺得也很有可能下我實戰這種 靠完班的這一種下法去做騰挪 好回到實戰 那決議認為白騎這個跳去補棋 可能形狀上也有點小問題啊 因為這個跳的話 畢竟這個還露一個向眼給人家穿 總是不太好 而且對於這一邊的防守也比較差一點 那決議認為應該是要走在這個尖的位置 也比較有效去利用白騎這一排的後勢 那就更遠離一點自己的後勢 走在這個尖對這邊的加強比較好 也讓黑騎這邊呢 比較少一些騰挪的空間 比較沒有再碰上去的可能性 當然拆二還是可以啦 不過就算是拆二也比實戰 白騎還得擋一手要來的好 就他這邊如果是跳的旗行 我拆二他還得擋一手 那如果這樣的話 黑騎就顯然沒心情再往這附近下 就直接往外跑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會先壓這邊 也沒有當然還是直接往外跑 對啊我們一看這個變化圖就可以知道 白騎這邊這個邊信這顆子一旦獲得加強 那黑騎就得馬上往這邊跑 剛才有一個白騎大飛起來圖 甚至黑騎還可以在這邊貼一下 那這個騎被白騎加強左邊之後 黑騎就得馬上跑了 那變成說反而是白騎去搶這邊 好 再來 欸實戰這個靠這一手不知道有沒有問題 還是 有沒有可能應該走什麼 先先跳還是怎麼樣 決議認為還是應該先搶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一直也是一個天王山的一個要點 可能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白騎沒有走在肩去加強了 這個手法 那走了這個比較鬆散的跳 變成黑騎這邊有 有拆二有靠的一些騰挪空間 那麼 黑騎就暫時不急著去處理這三顆 等到白騎真的飛攻 跳過來或飛攻過來 那黑騎再去走 他這邊黑騎走的是比較直接啊 直接拆二 那白騎貼上面的話再肩進去 看起來底下的確是蠻有眼味的 所以這樣子如果黑騎真的這麼下 那的確蠻舒服的 這邊先搶一步 那我左邊還是能活 這真的是會讓人很不舒服的感覺 這白騎感覺 這挺難受的 所以這邊還是可以先搶一步 看來我實在還是有點穩健的 不過他剛才這邊也是蠻有趣的 他這個圍下面這塊不是走在飛啊 大飛什麼或者是地角 他直接走一個拆二 這個騎型相當的酷炫啊 所以這邊確實還是可以先脫線一下 那等到白騎打時我們再往外跳 或者說你如果飛攻過來 或跳攻過來 我們我們藏這邊 這樣也是可以 有點兩邊見合的感覺 你打這邊我就跳這邊 你走這邊我就藏這個 那下面這邊他碰進來 那黑騎搬 白騎搬一下 黑騎再打住 黑騎打算打住這樣 我這個騎型也算蠻特別的 竟然走一個拆二 好 那再來下面這邊是還好 不過在白騎這邊跨下來的時候 我實在這個騎沾住應該是下不太好 這邊應該用立下的 立下我這邊本來是以為說 白騎會不會先斷一個問你應手 然後再擋住什麼的 但實際上一看發現 哇這樣白騎下 如果像這樣白騎應該 是非常糟糕 因為這個 這個騎讓黑騎的腳變得非常厚實 活得非常健康 因為實戰後來他還圍繞我這塊石 我稍微做點文章 那如果真走成剛剛那樣的話 其實黑騎顯然不怕 因為我們這腳已經活得很健康 那這邊再壓過來 這白騎顯然有得瘦了 這個騎型蠻糟糕的 我再一尖去搜刮他 這樣子 他還得往外跑 那我們就跳一跳 那下一步 瞄著這邊的打入 這個 白騎應該是挺苦的 所以實戰 不知道想到什麼糟糕的變化圖 就 也蠻不好的 他如果是直接擋的話 那 我覺得黑騎也有可能考慮直接貼 或者說就簡單往裡面跳 那就跟剛才大同小異了 如果白騎還是要拽出來 那下面這塊還是蠻苦的 下面跟右邊感覺會被雙擊 所以這邊沒有去立 黑騎真的有點不知道想到哪裡去了 所以他這邊的變化 決議的白騎 倒也沒有在下面直接動手 直接 右邊先走好 先搬一下之後 其實他是直接脫鮮了 下面就當做留個幾下味道 他將來再做文章 因為其實黑騎這個 也沒辦法說一手騎吃的非常乾淨 你如果走這種陣什麼的 這附近還是有碰一碰 這種各種碰 看起來就味道蠻多的 他這邊 黑騎這邊也都不擋了 居然直接跳下邊 不過下一步這邊的打路應該還是蠻嚴厲 白騎還是要去補 再回到右上 所以這個黑騎下面應該就是想辦法先做大 你如果出不了騎 那黑騎圍的就夠多了 這邊主要是局部騎型要用力的 實戰這個沾 這個沾變成說整個下面他的活動空間大了 然後我自己腳上也有點噁心 那走到這個退的時候 決定我這個一路打不好 應該要從這個尖才是騎型的要點 其實這個尖本身目數就已經超大 因為這個被白騎尖的話 後續有個一路斑 他是可以溜回家 所以這邊本身目數超大 而且也是關係到他的眼位 那這邊如果說白騎去沾的話 那我們再回來補 所以他這邊的想法是說 就讓白騎局部火掉其實也OK 那後續變化就大概看一下 白騎從這邊過來 然後黑騎就蓋一個 讓逼迫白騎回去 其實因為實戰的一路打 你主要也沒滅到眼位啊 你如果現在要滅眼位 你還是得從這啊 你如果說不走這 那人家一尖 他其實你難道要這樣殺嗎 也不太可能 所以實在這個一路打等於沒走到東西 也沒破壞到人家眼位 那你說有讓自己腳變得OK嗎 其實也還好 人家等下一路打還是很噁心的東西 你如果真的要這樣沾回去 人家右邊斑張還有先手 搜刮得夠慘了 所以這也是不太行 那只不過說這邊決議認為 我還是應該去溜掉這四顆啦 那順便等於說逼迫白騎去尖這個 那我們再搶到先手去打右邊 決議的想法是認為說 我這個下面已經有打一顆了 那隨時這邊有抓一隻的話 腳上其實活得蠻健康的 那等於說我可以騰出手去打他右邊了 那這個什麼一路打的都不是很重要 我就先去打他右邊 那反正白騎也肯定騰不出手來搞我們的腳 他自己都自顧不暇 所以可能就先去打 所以這邊我下的不夠積極 跑去這個斑張覺得有點不可理喻 我太緩了這個起太緩了 這個一路打右邊斑張是 促成本局落後的一個主要原因 然後包括前面這個斬 第一手然後第二手跟這個第三手 這個斬這邊打持還有右邊斑張 就是這三種起促成本局被動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後面這邊就蠻慘的 那這邊靠完斷這邊他借用的很愉快 這邊我整體都比較慘 那當然還有一個更搞笑的就是 右邊這邊誤算了 誤算 我本來不知道看到什麼東西 我以為我可能看到圖 我以為這邊有個度過 然後我可以連過 所以他不行 所以我以為我本來以為他這個只能去走這邊 實戰被人家一打我才發現 哇根本連不上 這太搞笑了 失誤太大了 因為本來局部你就算 假設我們這邊已經逃掉了 那局部我隨便 隨便飛他基本上都攔不住 我這個可以割掉一大塊肉 那實戰等於啥都沒有 還奉送白起變成他這裡有個好幾木棋 當然我中間是有點遠慧啊 不過這個小屋見大屋吧 這個虧損還是太嚴重 那不過白起這一串應該也是 沒什麼必要 因為他這邊其實已經領先不少 那當然從決議勝利來看 他這個也還好 比較疊的關鍵好像不是在那裡 那麼這邊我搶一部決議認為是OK的 不然還在想要不要去場一場 還好是沒場 因為場的話 我估計被人家站到上面 我這局面落後就挽回不了 那這盤起的收關後面比較重要的地方 主要在於說 這個中間的這些空呢 其實沒有邊角這些大關子來的大 像是這個尖啊 或是上面一些棋 那我實戰 實戰我跟對方下比較不太好的地方 這個場 對這個場其實也還算是 這個場確實不太好 因為場跟我這個二路到火交換 他也沒走到什麼東西 那反而我下面眼位做的也蠻愉快的 那照他這邊的下法 決議認為白起應該先衝一個去搜刮我這塊 那我局部正門去火 然後他搶這個關 這個二路虎非常的大 那他這邊是黑騎破進來了 但是下面也被人家搬過了 那白起再搶到這個二路向飛過來 這樣子下的話應該白起還是優勢 他實戰這個場 確實不好 沒走到什麼東西 不過他推薦黑騎反飛進去 這個 也挺複雜的 實戰我應該有點不太敢這樣下 被他團住人家一跨 這我有把握嗎 這看起來也挺挺亂的 這就參考一下吧 我覺得實戰穩健去做火這一塊 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個後半盤的一些東西 像是在這一邊 這一手旗的飛應該也是一個問題手 他這手飛決意認為應該直接尖過來 尖過來他這邊也用沾了 這個沾應該有問題被人家斷 反而壞了 反而尾巴掉了 我這邊 對所以我其實前面這邊 我一直後來實戰也在講 我前面這邊應該先把它鋪一下 像是這個把它鋪一下 這樣子後續人家再尖過來 我們就可以尾巴 收一個接不歸了 這個其實也不虧目 因為等於下了這個之後 就可以把這一手旗 這顆子給吃掉了 吃到手了 所以其實不虧目 後面黑旗有一個問題手 是在這裡 這邊我有一手飛 這個不太好 應該要走 這邊的去拐一下 那這個拐 這個拐真的非常大 因為實戰後來被人家向飛 我沒有這手拐的時候 被人家向飛 我不敢穿進去 那我有了這手拐的話 假設他敢走這個 那我 這邊有個長的先生 過來他整個不行了 所以 這邊拐不行 你只賺這個不要被人家翻打出來 還賺到下面的木數 所以這個拐確實超大 比這邊 破進去要來的更大一點 這個拐 那後面的話 白旗這手旗的 二路虎 我這時候去沒去搶 這時候沒去搶中間這個 決議認為也不太好 是嗎 他這邊等於說刮了一頓之後 我猜他意思應該是 白旗後續可以擠過來 然後去搜刮整條黑旗的大龍 因為他這邊 一旦把我這一手 這一個眼給滅掉的話 那我整塊旗就得靠左邊這裡的眼位 那他後續 再去走一些 譬如說 這個 尖一下 然後這裡打一下 這邊中間也先把它貼掉 再打一下左邊 這樣子我如果說要沾的話 這被一打吃 變成整條龍要靠這個打結火 那我就哭了 所以我如果局部要火的話 還得做這個 但是這樣被人家 再先手提的話 還得去這樣子下才有進火 那這樣子下啊 這簡直有點被刮爛了 那當然我活這個應該不會這麼的穩健啊 活之前應該還是會各處搜一搜木啊 包括說中間的不能先搬一搬什麼的 就可能有先手便宜會去摳一摳 但是終究可能還是得回來 那真的是被刮了蠻慘的 決議的意思可能是說白旗如果去刮那一串的話 可能還是白旗不錯一點 實戰是後來他這邊沒有去刮那一串 他這邊也應該用這個先打的 先打的 那這個如果直接先打的話 那黑旗就很麻了 因為實戰他等於用沾的 那變成說這個下一手打 嚴厲性沒那麼大 那這邊如果先打的話 那再一提 等於說我如果現在去收這個 人家等於他是打在這裡的 那我如果硬了的話 那他再照鋼海那一頓搜刮 那他收刮的方法 那我就有點慘了 所以這個有點搞不清 總之 這個 他這個應該是最後的一些小問題 最後被我簡單火掉之後 那後面黑旗就守住勝利 那後面後半盤是講的有點亂 那最後比較關鍵的一些地方 包括像是這個場 這個場應該去收一些這邊刮一刮 然後走到上面的向飛 還有下面這些旗 那麼再有呢 是這個旗啊 簡單空中飛一個這個有一點 有一點緩慢 還是應該煎過來走收刮那一串 這樣子可能還是白旗比較不錯 那當然黑旗也有問題的時候 這個不要飛 可以看說要這邊斑沾完 把這個穩健的活掉 或者說 這邊鋪掉去補一補也是 也是很重要 鋪掉去補齊 然後把上面這一拐 這樣子也是可以穩健獲得勝利 所以這個盤棋後半盤 雙方都蠻有一些問題手的 好 那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